就是1就是先 所以我最后在云端上有分享一个 一键完成 比如说我今天要2020的 有没有哪一年 然后自动怎么样 输入完了我多一个这个叫Input Buds 这Input Buds加进去 就会自动再加斜线1斜线1 然后把它丢到这个储存格 然后做什么 把这边 每个月的第一天就跟刚刚我们做的一样 然后再把每个月的其他的天数 整个全部完成 最后再格式化 等于是说把刚刚的动作一次全部做完 OK要怎么做 其实因为时间不太够了 最后完整的程式云端上有一份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一次就完成了 OK 那清除的话就按一下这个清除 留下 这个清除怎么写 其实我刚开始要写一个清除 觉得很 后来我发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先把A2的资料 先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再把A2到L32 用Range点ClearContents 把它去掉 然后再把 这个刚刚存放在那个储存 变数里面的东西再丢回来 Range的 A2就好了 OK 所以我的清除其实是这样写的 有没有 就是总共会先把A2的东西有没有 先放在A1里面 然后把它ClearContents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把A1再放回来 就OK了 那至于还原 还原格式 就是刚刚我们有清除格式 就是直接呼叫他就好 所以Core 有没有 这边的Core实际上就是直接就呼叫他了 他就执行这两行而已 OK 让他恢复 不然的话格式没办法还原 那再来年历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那些动作全部集结起来 不过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输出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变质动画 OK 就这样 像这样 丢过来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是For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是往下呢 就是For I 往右的话 那就For J 所以For J 等于输出的位置 第二列 到第12 所以For J 等于第二到 第12 OK 然后 Sales的 所以这个 这个程式 大家看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 再来怎么样 丢这个东西过来 丢这个 这个是什么 For 其实 这个先 先 好 然后这个公式的话 一样 就是跟之前写的一样 就是把公式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 其实也是丢公式 那这个公式就是把这个 这个公式有没有 复制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但会有个问题 丢过来的话 一样嘛 就是如果你不变更它的话 它会都一样 所以这边丢过来 那我把它直接执行 有没有 都2月1号嘛 那可是问题 我必须怎么样 应该这边A2嘛 这边丢过来 不能A2 这边要变B2 这边要变C2 有没有 这个A B 一直到 这边应该是到K A到K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丢过来的这个东西是文字 有没有 在公式里面它是文字 可是J是数字 那数字怎么可以把它变成文字 这个想了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说 我在这边多了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我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它这个2从A AA 为什么A 因为它这个要丢的话 第一个一样是A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B 所以我就打这样 B C D E F G H I J K 其实到K就可以了 OK 那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从这个文字里面去抓这个字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丢第一次是A 丢第二次是B 丢第三次是11次类推 那怎么做 有点难 所以回去你们可以再看看 你说最好可以试做 一样 把这个A 双引号 一样跟那个换例号一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但是移到中间不是放I 也不是放J 如果放这样就OK了 因为你放个J的话 它会是一个什么 2 这个2 它看不懂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2换成什么 换成A A放过来 它就看得懂 所以怎么样把那个 把那个A放过来 其实我这边想了一个方法 你用什么 用MID MID A的就是切割什么 哪一个C Column 上面那个字串的第几个 刚好就是第这一个 那要几个字 逗点 一个字 后瓜糊 这样子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有没有 不过是有点难 所以仅供各位参考 如果你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你回去 可以把这一部分练手 那这个很多东西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但关键在这里 这个本来你放J它的数字 它不接受 因为它一定要是一个文字 它要A2 而不是22 OK 所以我只是怎么样 把这个2的这个字抓到这边来 我用什么用MID 抓这个的字 的第几个 J是指的是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有没有 刚好A 下一个就刚好B C D 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OK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样跑完的话 应该最后结果 有没有 3月 4月 5月 6月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只是因为 这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那再来的话 其他的每一个 每一天的话 那就是按下这个按键 全部就OK了 那怎么放 基本上也是 For I 等于第三列 到最下面一列32列 可是会多个J 这个J里面的话 其实也跟刚刚一样 你必须要抓什么 抓那个第几个 把那个A放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把MID这个 就是把那个东西 第几栏 把他本来是 数字转换为文字 丢到这边来 那就OK了 这个可能要想想 因为这难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OK 那至于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可以说 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提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最后的话呢 年历我只是说 最后把刚刚写的这几个 用Call Call第一天 扣每个月的 扣上面这个 最后格式化 就OK了 就是前面先写好 再用呼跳的 然后逐一逐一的 把它呼叫出来 再清除 然后输入2019 OK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一键完成报表 其实就是什么 先写第一个 写第二个 然后全部写完之后 再一次 扣扣扣扣 他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所有工作 就类似写这样子 那我刚刚写的这几个东西 云端上都有 所以我刚刚写的 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的其他天 最后的年历 其实你贴上去就可以Run 只是说可能你要 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吧 那我有把最后的 那个完成的 这个程式放在这边 那给各位参考 那今天的话 主要我们就把 那个日期时间函数讲完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今天是第五次 第六次 第六次的话呢 我们下一次就看 数学跟那个统计类的 相关函数 OK 所以回去的话呢 请各位有时间 再把那个数学函数的 这个单元先稍微看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时间也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